好在Vitualbox上面 我们来跑AndroidX86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Vitualbox下面 我们把我们现在的使用者加入Vitualbox里面 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在虚拟机里面使用USB设备 这一点特别注意 那你要去编辑ETC下的group这一个群组 做这个动作你才可以做 那我们要跑的机器是什么呢 你可以因为Android系统基本上就是Linux的坑 所以你跑Linux2.6 我目前跑64位元 因为我希望它跑双核以上 系统我给它1.8G的RAN 处理器给它4颗 4颗 4颗 显示 目前这样够了 记忆体还好 显示的记忆体还好 存放装置 我给它1颗32G的硬碟 那光碟机 你可以把ISO下载下来 这个在SourceForge里面有 可以下载下来自立安装 因为我已经装好了 所以我就不再挂上去 好 网路一样有 NAT进去 序列铺不动 USB有 好 这样就确定OK了 那这样就可以跑了 那你按启动 按Enter就可以进去 好 接下来就看到Android系统开起来 那我刻意把键盘留在外面 方便我们再做操作 当然键盘也可以把它 它 设定进去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完全 把 离开这个Android系统之后 你才有办法操作 好我们开机 打开来 好 点一下看一下 这是所有的 功能都有 Google Play 这些 那因为我只做的基本安装 所以它已经是可以跑的 浏览器 到Google可以 那你去搜寻 好是可以打字的 新北市政府 没问题 好那接触怎么办呢 在这里 用滑鼠左键 往下拉 这边有Power Off 好按下确定 好这样就已经 完成 你可以在 我们的 NTBC里面的作业系统里面 也就是 无邦兔的作业系统里面 把Android X86 完全抛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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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